我是京圈太子爷的首席秘书 名校出身 凭实力成为行业翘楚 却因为被记者拍到 去酒吧接太子爷回家的视频 就被太子爷的未婚妻找上门 在公司当众给了我一巴掌 看着面前趾高气昂的女人 我一把扯下公牌摔在她脸上 敢打你爹是吧 老娘这就不干了 祝你这破公司明天就破产要饭 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 就在纪事开新品发布会当天 我代表我的老板 京圈太子爷几云城发言的时候 一个女人冲上台 当着全京城记者的面 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同为总裁秘书的同事站在台下 看到我被扇巴掌 比一反应不是上台帮我 反而和台下的记者一样 兴致勃勃地打开手机 开始录像 那女人揪住我的头发 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 谢运 你这个贱人 好好的秘书你不当 非要来勾引我的男人 说完 他还想上手打我 我却完全明白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眼里闪过一丝厌恶的同时 我一把捉住他扬起的手腕 前一阵子 我那花花公子老板被迫家族联姻 娶了个和他出身相当的大家小姐 从这之后 这位太太就开始怀疑老板身边的所有雌性生物 而我 一个平平无奇的总裁秘书 就因为接老板出酒吧 被记者拍到 就被他误以为是小三 成天在公司被针对 就连这次平平无奇的发布会 他都以为是我睡了他老公 才换来的发言机会 看着台下看热闹的同事 和台上正对着我发颠的老板娘 我心中莫名燃起一阵怒火 老娘月薪几千都不够买棺材钱 现在还受这窝囊气 凭什么 他妈的老娘不干了 看着眼前手舞足蹈的女人 我一脚把她踹下了台 既然老娘不干了 那就谁也别活了 我一把把公牌扯下来 当着记者的面 指着摔在台下 四仰八叉的女人大骂道 你个死贱人 天天惦记着你那合同老公 给老娘钱 老娘都不想睡的烂黄瓜 你倒是荡成宝了 不敢惹你那亲亲老公 就拿老娘开刀 我可去你奶奶个腿 要不是老娘帮你管着公司 你们早去天桥下面要饭去了 为难我是吧 那这破工作谁爱干谁干 老娘不干了 说完 我对着台下看热闹的同事 比了个中指 摔了话筒就下了台 我一直很认可网友们说过的话 当你开始辱骂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对你都会文雅起来 原先我好生好气地给同事们说话 他们都把我当空气 现在我先一步发颠 却没一个人敢拦着我 就这样 我大摇大摆地走下台 路过老板娘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踹了她一脚 顺便附赠了一句三字国骂 那颠簸却没了刚才上台 扇我巴掌的魄力 反而畏惧地缩成一团 就在我开车准备离开的现场的时候 我终于接到了老板 几云成的电话 电话接通 几云成在对面气得不轻 谢运 你发什么疯 赶紧给我回去 把发布会开完 再给我老婆道歉 这次我就既往不救 不然的话 小心你的饭碗 听着几云成自负的声音 我当即冷笑出声 几千块钱的工资 还让老娘给你当丫鬟 做梦 之前我忍着 是因为等着生父总 现在老板娘铁了心想搞我 我还不赶紧跑路走人 没了牵挂 我直接对着手机开骂 去你妈的既往不救 老娘给你点颜色 你还真给我开墨房了 几千块钱 就想让我当丫鬟 感情你不是资本家 你是地主皇室人啊 老娘现在就把话撂在这儿了 老娘不干了 说完 我趴得挂断电话 一路开着车回了家 半个小时之后 闺蜜和我在楼下的猫咖集合 闺蜜疯疯火火地赶来 却看到我正没心没肺地拿猫调喂猫 气得揪住我的耳朵 喂 喂 喂 就知道喂猫 你都被挤云城在行业封杀了 你知道吗 饭碗都没了你 还不担心 我被拽得哀哟哀哟地叫 最后陪笑了半天 才让闺蜜松手 闺蜜是京城有名的猎头公司的金牌猎头 第一时间得到了我被封杀的消息 随后就火急火燎地来找我 我听着他描述我闯的祸有多大 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 听完之后 我拍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 还有更严重的 随后 我拿出手机 把前几天 带着挤云城小情人打胎的报告 发给老板娘 然后 又把几云城调娼被拘留的消息 转手发给关系好的营销号 闺蜜目瞪口呆地看我做完这一切 随后 我抬头质朴一笑 这下他们就没心思 管我怎么样了 可能是我辱骂老板 刺激了几云城的小心脏 导致几云城恼羞成怒 大半夜的把HR拽起来 硬是把我开了 第二天早上 装着我办公用品的箱子 就被丢到济石大楼外 等着我自己去捡 有其他幸灾乐祸的同事 还发朋友圈 说我的工位上 现在养了只狗 老板说原先的狗是个没良心的 现在要养只有良心的区区邪气 说完 还在下面内喊我 说都怪我心术不正 不然老板娘怎么只打我不打别人呢 我当即冷笑着回复 都是狗 谁也别笑话谁 你这只哈巴狗少 在这乱飞 妈的 你天天上班盯着几云城 没事就贴到人家身上 怎么 狗爱吃屎 在你身上灵验了 我劝你别再想嫁入豪门了 颠簸老板娘 还有三秒钟到达战场 我骂爽了 随后趁着她没反应过来 删除拉黑好友一气呵成 气得那傻逼同事直跳脚 我开着车把东西收拾好 顺便又在楼下的咖啡厅 点了杯咖啡 一边悠闲地喝咖啡 一边看着隔壁一个小白领 焦头烂额地处理工作 我听到她接通了一个人的电话 焦急地给对面说道 Vivi姐 你交给我的工作 我实在是完成不了啊 谢运离职之前 虽然是总裁助理 但是干的活 完全是副总的活 现在她连工作 都没交接就走了 剩下的项目 我们根本一点都不会做 看来这就是顶替我工作的人啊 水平也不怎么样 我痴笑一声 接着看热闹 对面的女人 明显是恼羞成怒了 当即就在电话上大骂出声 我要你们能有什么用 一群废物 谢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助理 手里的工作 哪有你说得这么难 肯定是你自己专业水平不过关 蠢货 因为电话是公放 所以Vivi的声音 全咖啡厅都能听到 那小白领 也不是个好惹的 听到有人这么骂她 当即也回对 我叫你一声Vivi姐 你还真把自己当姐了呀 张翠花 谁不知道都是你们极度谢运姐 才给她安排高难度工作 还污蔑她 最后把她挤兑走 我告诉你 我才没有谢运姐那样的好脾气 你在在我这儿冲老大 我就让我老爸收拾你 说完 那小白领趴得挂断电话 我围观了全程 简直叹围观止 甚至都想给她鼓掌了 看着那白领收拾东西 准备上班 我也准备起身回家 就在我去找咖啡师结账的时候 咖啡师却笑着说 对面那位女士已经替我结过账了 我刚还想说到底是谁这么好心 结果转过头去 却发现一个熟悉的女人正靠在桌子边上 黑色半长直发 半晚起袖子的白衬衫搭配黑色西裤 手腕上的表一看就价值不菲 她看到我看见她 一双桃花眼弯了弯 笑着给我打了声招呼 这不是我前老板的姐姐 几青秋吗 我勉强地扯了扯嘴角 心里暗暗感叹 这个世界真是小 我和几青秋坐在猫咖里的时候 几青秋手里还拿着个文件袋 还没等我开口说话 几青秋就说道 听人说我弟弟把你吵了 我文言冷笑一声 如果既总是来落井下石的话 我就送客了 几青秋白白手笑道 当然不是 我是来请你做我公司的副总的 你应该知道 我和我那个好弟弟之间的关系 不怎么样吧 听他这么说 我挑了挑眉 却一点也不意外 在济云城手下工作六年 我或多或少 也知道点济家的家事 比如现在风光无限的 京圈太子爷济云城 其实是私生子上位 而真正原配夫人生出的济家大小街 却因为济母虐待 被迫远走他乡 直到这两年 在欧洲分公司做出大成绩 才回国 在比如济家大小街出国前 可是个给老爹送花圈 当生日礼物的狠人 等到这次回国后 却成了二十四项女儿 有人说这是大小街 准备和太子爷抢家产 这也让原本好吃懒做的 济云城警灵大作 连忙找了个旗鼓相当的 联姻对象联姻 而我这个小虾米 也成了老板娘新官上任 三把火的牺牲品 济青秋看到我在发呆 笑着敲了敲桌子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发offer 明天你就入职 我瞟了他一眼 冷笑出声 说到底 我还是要给你们 继家人当黑奴呗 济青秋笑着摇摇头 这可不一样 我那个废物弟弟 不知道你谢运的实力 但是我知道 对于人才我向来大方 济云城给你多少工资 我给你翻二十倍 不加年终奖 我在桌子底下 掐着手指算了算 瞬间眼睛亮了 济青秋拿出放在身旁的文件袋 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再送你百分之五 我欧洲分公司的股份 经成一套小公寓 等到我成了 济家的掌权人 我给你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 以及济世副总的位置 说完 他用手撑着下巴 桃花眼弯弯 怎么样 心动了吗 我按那下激动 表面上镇定自若道 可是济总 我自认为我自身能力 并不值得这些 济青秋摇了摇手指 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 那是济世集团旗下 所有子公司的财报 上面显示着 子公司的收入排名 我替济云城管理的公司 净收入名列榜首 这份财报 瞬间看得我火冒三丈 他妈的济云城 敢耍老子 我说 明明那么多项目都在挣钱 但是每次总公司 开完会之后 济云城都会回来骂我 说我管理的公司业绩倒数 感情他给我看的 都是假排名啊 白挨好几年的骂 我拳头都硬了 只想冲进济云城家 把济云城鼻子垂扁 济青秋看到我 气得半死的样子 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给了我开了最诱惑的条件 我现在分管的是 济云城的上级集团 只要你愿意当我的副总 以你的职位 只要你想 你就能骑在济云城头上拉屎 我和济青秋对视 看到济青秋眼里肯定的神色 我一拍桌子 劳动合同在哪 我现在就签 我要把济云城那孙子的头垂扁 就这样 我成了济青秋手下的副总 济青秋刚从国外回来 即便他一回国就身居高位 但还是不如济云城那样 在京城根深蒂固 因此对他来说 组建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 显得格外重要 而我就是他吸纳进来的第一批人 济云城的发布会被我搞砸了 好在不是现场直播 剪辑师用剪刀手 还能力挽狂澜 剪掉了我和老板娘 护山巴掌的片段 即便如此 这也属于是重大事故 需要身为分公司的老板 济云城去集团的立会上 进行检讨报告 而济青秋带着我专门 等着这次立会 介绍我 竟记甲在门外等候 既是掌权人的时候 我站在济青秋身边 不断翻看着接下来 自我介绍时要说的介绍词 济青秋看到不远处济云城走来 医生对我说道 我先去下卫生间 济云城来了 你注意一下 我笑着点点头 眼里的恶意一闪而过 济青秋走了之后 身为二把手的 我马上成为人群焦点 立会将至 不断有下属给我报告 突发情况 而我也游刃有余地一一解决 济云城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我站在人群中 指点江山的样子 他眼里闪过一丝不耐 直接走上前 拽住我的胳膊谢运 你不是被开除了吗 现在技师的管理这么松 连不相干的外人都能进来了 说完 站在济云城身边的老板娘 面色不善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冷笑一声 对一旁的助理招手 事宜这里不允许闲杂人等入内 陈助请谢小姐出去 陈助理点头 刚想上前 就被我一把手挥开 谁跟你说 我是闲杂人等的 老板娘痴笑一声 今天立会现场 除了我们认识的员工外 就只有一个新上任的副总是新面孔 难不成你告诉我 你不是闲杂人等 你是副总 说完他猛地停顿了一下 随后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我胸前的工作牌 金色袋子 穿着几金秋心给我定做的工牌 上面简单地写着我的新职位 既是集团副总 看着他们这对狗夫妻 面面相去的样子 我冷笑到几云城 这次立会 你可要好好反思 为什么你会把发布会搞砸 说完会议室的门打开 我带着身后的团队 先一步进门 留下面色难看的几云城避讳 上几师的老总 在几青秋的搀扶下 姗姗来迟 又在几云城做检讨的时候 把几云城和他夫人骂得狗血淋头 他本身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 即便是他出身和记事相当 在婚前却是个有名的学渣兼讨厌鬼 甚至当年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不止一次因为干了太多荒唐事 被人做PDF爆料 看着眼前不服气的儿媳 记老总眼里的贤物质都止不住 这种儿媳妇嫁过来 纯粹就是污染技家的基因 我冷眼看着狼狈下台的几云城 又在几青秋的介绍生理走上台 看着眼前的集团高管 我脸上挂着公事化的微笑 各位好 我是谢运 应小记总的邀请 即将出任记事副总之一职位 说完我打开事先准备好的PPT 简单阐述起了 我对记事未来发展的预想 台下的纪老总和高管们频频点头 看向我的目光愈加赞赏 全场只有几云城脸色发青 我嘴角微微翘起 给了几云城一个挑衅的微笑 在我大闹发布会之前 那个店铺老板娘就看我不顺眼 给我穿小鞋 但是因为我工作能力强 舍不得开除我 只能不停压榨我 让我像吃屎了一样难受 而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个PPT 就是之前给颠婆写的 几云城想让颠婆在历会上一鸣惊人 重新得到父亲的赏识 现在我有了权利 怎么可能再让别人抢占我的劳动成果 等到我说完 现场掌声雷动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空降的副总有两把刷子 都是心服口服 季老总把目光投向几云城 现在谢总说完了 轮到你媳妇了 几云城却张了张嘴 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 毕竟他知道 以他老婆的能力 即便是拿着一模一样的PPT 讲出来的东西 也是东师笑评 最后只会平白惹人嘲笑 季老总看到他们夫妻俩窘迫的样子 冷笑一声 似乎一由所指地说道 看你们这赖泥浮不上墙的样子 真是让我失望 说完 季老总起身带着助理转身离开 季青秋拍了拍我的肩膀 起身和季云城对上视线的时候 季青秋毫不犹豫地对他比了个中指 一瞬间他身上 终于有了点之前混世魔王的样子 不过恶意流露 也就是一瞬间 等到我起身的时候 季青秋已经恢复成商界精英的样子 和我一起出会议时 我升职之后 不负季青秋的期望 短短三个月 就帮公司签到了一笔不小的订单 而今握手的项目 大多也慢慢从亏损转向盈利 这一季度的报表出来之后 先前对我不满的人都彻底闭上了嘴 季老总看到我做出来了成绩 满意地指点头 顺带还夸奖了引荐我的季青秋 当天下午 季青秋为了庆祝我取得的成绩 专门把我拉去酒吧玩 结果刚进去的时候 季青秋就被人认了出来 一大群小男生瞬间贴了上来 围着季青秋七嘴八舌地说话 我笑着坐到位子上 随便点了杯酒 等季青秋来 十五分钟之后 季青秋才狼狈地坐在我身边 一边扣扣子 一边说道 可别喝多了 一会有大热闹看 我点点头 随后就看到 季云成被前呼后拥地走进来 季青秋选的位置堪称隐蔽 因此季云成根本没看见我俩要了衣 堆酒就开始坐着喝 喝上头了 就搂着小姑娘 大着舌头地骂人 谢运这个贱人 要不是老子当初让他当助理 他能有今天 我原本还竖着耳朵 准备窃取点有用的信息 结果他刚开头就开始骂我 这让我嘴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季青秋拍拍我的肩膀挤云成 没了你分公司乱成一团 这季度营业额断崖式下降 被老东西逮着骂 现在你听他骂你 过会就让你解气哈 那边挤云成不过瘾 又对着我破口大骂了一阵子 浅词造句非常之地摊文学 简直看不出一点豪门贵公子的气派 季青秋冷笑一声 果然是个私生子 再怎么伪装 都还是一样上不了台面 季云成骂了我足足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才被身边的小明星搀扶着出了酒吧 我疑惑地看向季青秋 只见季青秋懒懒一笑 拿出手机拨了110 电话接通 他说道你好 我是朝阳区热心市民 我举报有人卖淫嫖娼 就在艳色酒吧旁边的酒店里 半个小时之后 季云成就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捉住 光着屁股手抱头 蹲在酒店走廊里 季青秋带着我 坐在酒吧的监控室里 高清的监控摄像头 还附带收音效果 走廊里的季云成 还在狡辩警察同志 我没有嫖娼 这是我女朋友啊 站在他身边的年轻警察冷笑一声 那你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季云成瞬间噤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年轻警察彻底无语了 她是最近最火的女明星 张义我都知道 她名字你不知道 就这你还说 这是你女朋友 说完间 空室里的我和季青秋笑成一团 我笑得肚子抽筋 边揉肚子 边看警察对季云成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心里瞬间爽多了 季青秋看我笑得开心 揽住我的肩膀问我怎么样 爽了吧我疯狂点头 顺便又欣赏了一下狼狈的几人 承季青秋笑到等着吧 过会还有更爽的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 走廊里出现了另一个熟悉的背影 我定睛一看 乐乐 这不是我那颠婆老板娘吗 闻讯赶来的老板娘 看到被抓的吉银成 当即破防 直接上手就要打人 但打的不是她的亲亲老公吉银成 反而是一边瑟瑟发抖的女明星 只见那颠婆一把拽住女明星张颖的头发 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嘴里还骂到张义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勾引我老公 你信不信我 让你身败名裂 说完 她还抽空给身边的警察 说道 警察同志 都是这个贱人的错 要不是她勾引我老公 我老公才不会 鬼迷心窍地跟她走 你们必须要把这个狐狸精抓回去 蹲大牢说完 那颠婆又给了张颖几耳光 打得张颖连连求饶 毕竟她是豪门阔太太 张颖一个小明星也惹不起 只能求她别打了 就在场面一度失控的时候 吉云成突然从地上弹射起立 一把手隔开两个撕打在一起的女人 就在那颠婆还满脸希望地看着她 想让她承认都是张颖的错的时候 她那亲亲老公揪住她的衣领 后时的手掌 带着成年男子时成以时的掌力 啪啪给了她两耳光 随后那颠婆正愣在原地 吉云成转身搂住瑟瑟发抖的张 颖面色不善地看向她 我警告你 别动她 现场的警察和围观人员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这精彩程度堪比小说呀 而我坐在监控室 和几青秋笑的那叫一个幸灾乐祸 几青秋辣平边婆 这不就是娇妻吗 谢运快来看现实版小丑 眼看着走廊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警察终于制止了这场闹剧 把闹事的人统统带走 几云成调娼的事情 最后还是传到了她老爸的耳朵里 毕竟调娼对象是个名气不小的女明星 事发突然 现场还有不少看热闹的人 因此 等到这件事被发到网上的时候 原本走清纯路线的小白花 瞬间被骂上热搜 粉丝们求锤的锤 张颖当小三 被原配当场狂山耳光的视频爆出 一瞬间热度飙升 微博直接瘫痪了 而几云成也跟着丢了好大的人 听几青秋事后爆料 季老总发了好大的脾气 季云成前脚被保释回家 后脚季老总就拿着架法 让他跪在祠堂里 把季云成的屁股抽开了花 我能理解季老总为什么这么生气 毕竟原先既是对外企业形象极佳 几十年的国货品牌又物美价廉 季老总也立的是儒雅随和的人设 现在儿子和小明星乱搞被抓 还因为小明星长乖 自己老婆简直丢光了季氏的人 现在一提起几事 大家就只能记住录像里 几人成的大白屁股了 就在季家一团乱的时候 我正和几青秋忙里偷闲 齐齐窝在办公室里吃瓜 微博上的还有缺的 网友截评了几人成没穿衣服的照片 做成了表情包 上面还附着一段文字 转发这个爸总屁股 你对家马上他访 我一边笑一边点击保存 随后在微信上发给了几青秋 几青秋瞬间也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笑声 这次丢人丢大发了 几云成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上班 季老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夺了几云成的权给几青秋 季云成他妈在家里对着老公哭天枪地 却一点用都没有 而我在给几青秋送文件的时候 有幸旁观了这场闹剧 季夫人对着老公哭诉的时候 我站在几青秋身后 看着几青秋发挥着自己美术生的天赋 在平板上一顿输出 五分钟之后 几云成双手抱头 蹲在酒店走廊门口的样子 瞬间悦然纸上 几青秋甚至还贴心地给自家弟弟 穿了条裤子 让画面没那么有爱 观瞻下一秒 我就看到他开启隔空投送 把照片发给了坐在餐桌对面的几云成 而几云成这个不禁斗的 看到照片的下一秒就抱走了他 摔了筷子就离席 随后又被季老总以不尊重长辈 干坏事还不让人说的理由 又拉去祠堂一顿好揍 几云成因为这件事 让季家的股价下降了不少 再加上净品公司恶意 给季家买了不少热搜 现在网上对季家的评价一落千丈 企业形象和企业价值都进入恶性循环 现在既是极需要一个 能挽救企业形象的机会 周一中午 季青秋把我叫到办公室 给了我欧洲分公司的密钥 季青秋笑道你现在是我的心腹下属 现在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 手机把欧洲分公司的资料发给我 几云成被我爸送去欧洲读硕士 等这阵子风头过了再回来 这是我们彻底夺权的最好时机 我看着手里的密钥 有些疑惑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 说完我就听到几金秋倾笑一声 老头子为了让我维护企业形象 把我送去参加综艺节目了 不过刚好我在国内打掩护 你在国外做到几人城 说着几青秋细说道 况且你和季云成不对付 让你去出出气也是好的 这个理由成功说服了我 当天例会上 几青秋就宣布 要把我调到欧洲分公司培训 工资再上涨两成 集团高管们碍于几青秋的面子上 都没什么意见 八月金牌实习生播出 其中几青秋身为嘉宾 以其优越的长相和过硬的专业知识 斩获了一堆粉丝 尤其是知道了他还是济世集团现任CEO 网上关于他的讨论度就更高了 成熟敏锐优雅平易近人 无数赞美的词汇簇拥着几青秋 也让原先因为几云成 陷入舆论风波的济世 起死回生 就在几青秋话题 讨论热度最高的时候 一个营销号的帖子横空出世 以八股细血的口气 把几青秋和几云成做对比 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 一个不学无数的弟弟 和能力气度样样不凡的姐姐 这下更是引起了网上 对于两性问题的讨论 不少人都在挖苦几人城 把远在欧洲的几人 成气地半死 当天晚上 我就在酒吧看到买醉的几人城 她坐在一群美女身边 醉熏熏地大骂着几青秋 几青秋这个贱人 等老子东山再起了 老子要你好看 说完周围的人连连附和 还有几个小女孩 瞟了一眼 纪云成手上戴着的手表 随后娇笑着凑上去 我冷眼看着纪云成 搂住小女孩腰的手 当即冷笑出声 看来纪云成这是还没长记性啊 那就让我再给纪云成紧紧皮 我随手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照片里几云成喝得烂醉 美人在怀 暧昧极了 十五分钟之后 颠婆老板娘杀到了现场 揪着几云成的耳朵 就把她拉出了酒吧 我跟着他们两个出了酒吧 坐在豪车里 看站在路边争执的二人 那颠婆愤怒地质问几云成 你不是说你去上班了吗 什么班要在酒吧里上 几云成一把甩开她的手 不耐烦到我心里不痛快 出来喝点酒怎么了 那颠婆看到纪云成还不悔改 气愤道 那你为什么还让那群小妖精 坐在你怀里 为什么一边说着 她扑到纪云成身上 边打边骂道 要不是你出去乱搞 我能被你拖累 发配到这种地方 你知不知道 我因为你在 我家丢光了脸 她的美甲尖利 几下就把几云成脸划开了口子 几云成闭闪不及 干脆一把揪住她的领子 狠狠扇了她两巴掌 颠婆的脸瞬间就被打得高高肿起 鼻血也流下来了 我侧脸看过去 站在路边的一个欧洲女孩 看到这一幕 惊叫一声 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就在警人城举着拳头 对着自己老婆 嘴里还骂人的时候 警察马上赶到 从背后就给了她一警棍 我坐在豪车里 满悠悠地拍了张照片 发给还在 拍综艺的七青秋欧洲 不同于国内 他们对家暴的容忍度极低 特别还是在大街上动手打人 八成会被遣返回国 但是秦成从小就在国内上学 根本不知道 因此在警察来的时候 他还在狡辩 这是我老婆 我们只不过发生了点小口角 在警察面无表情 道她是你的妻子 但这不是你家暴的理由 说完她就被扭送走了 几青秋也发来了消息 问我警察有没有把几云成带走 得到肯定回答之后 几青秋让我早点回家睡觉 剩下的事情交给她 而我晚上临睡的时候 看了一眼微博热搜警号 几云成英国当街家暴警号 的词条出现在微博热搜上 而发布她的营销号 我认识是背地里 和几青秋交好的公司 博文上甚至还有图片 上面几云成的脸清晰可见 微博再次炸开了锅 下面全是骂几云成的 几云成有病吧 都这么有钱了 还不安生 就是先是在国内和女明星乱搞 后又在国外家暴老婆 神经病听说这次 季青秋上综艺 是给弟弟擦屁股 上次他弟乱搞的丑闻 把公司股价都拉低了 季老总把儿子养肺了 只能靠女儿了 我看着评论区讨论的热火朝天 顺手给骂几云成的评论 点了个赞 第二天清早 季青秋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带着律师去警署捞人 去的时候我还听到 那颠婆和警察不断为警署脱罪 一个女警察还专门把她拉到一边 安慰她于是 如果你担心她出来之后 报复你的话 可以申请禁止骚扰令 你可以走家庭法庭那理会 有免费的律师帮助你 那颠婆马上否认了女警察的话 为几人呈开罪 她没有家暴我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只是发生了点小争执 她一不小心才动手的 她平时对我很好 我们很相爱 女警察看着鼻青脸肿 脸上还带着长印的她 脸上的表情愈发凝重 我觉得你已经被她泼了 这不是爱你 是我认为你需要心理医生 对你进行疏导 眼看着颠婆还要发颠 我一个剑步拦阻她 季太太老爷让我来处理剩下的事情 您就歇歇着吧 季太太看到我的脸 瞳孔瞬间放大 谢晕怎么是你 我微笑着看向她 嘴上说出的话 却很不饶人 如果您现在还要再阻挠我的话 你的亲戚老公 就要再受一段时间的苦了 说完她 马上就不闹了 律师上前和警察交涉 我站一边看着她六神无主的样子 完全没了之前在发布会上 对我已止气使的样子 季云成在国内的名声毁尽 季青秋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既是极其重视企业形象 因此季老总在五年之内 不会再把季云成 列入掌权人的考虑名单里 而季青秋因为综艺节目而人气大涨 已然是掌权人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律师了 无论是季云成被遣返回国 还是接着待在英国 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我接着回到公司和同事们一起 筹备接下来的春季时装秀 季青秋让我把这次春季时装秀 搞得漂亮点 到时候回国就能升职 刚好顶替了原先季云成 在季氏的部分工作 国内的消息不断传 来季青秋带着自己的团队 接下了个大单子 一举拉高了季氏第四季度的盈利 而且在季青秋的领导下 一举开拓了海城市场 春季时装秀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就在我和同事举行庆功宴的时候 季青秋却紧急把我召回 让我在两天内完成职务交接 马上回国接管寄人城的公司 季青秋催得急 我也就提前回了国 职务交接都是在飞机上回的邮件 季青秋在机场等我 直到看到我从飞机上下来 才松了一口气 小半年没见 他瘦了不少 原本脸上还有点肉 现在只能看到尖瘦的下巴 和轻瘦伶俐的手腕 直到我坐着车回到他家 他才给我说了原因 我给季云成准备了一场车祸 就像当初他妈给我妈准备的那样 他会半夜从酒吧回家的路上 被一群小混混撞上车 最后被撞成一滩烂泥 说完我看到他冷漠地看向我 我这么狠 你会害怕我吗 我摇摇头拍拍他的手背 在季氏工作六年 我自然知道季氏那点家私 季青秋的母亲 当年就是在英国车祸去世的 季夫人参加完酒会后 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最佳的轿车给撞倒 当场死亡 季青秋当时查到是季云成的母亲所为 却被因为那小三有个儿子 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之后就是那小三带着季云成登堂入室 把季青秋逼到国外打拼 所以现在季青秋以牙还牙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错 季青秋看我面色如初 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季云成死了之后 我那爹肯定会乱咬人 质问你为什么 不看好季云成 所以我现在让你回国 也是让你到时候好脱身 我点点头 随后到那我准备好数值报告 争取不让老总看出破绽 季青秋果然说得没错 就在我回国的第三天 季云成就出车祸死了 但是并不是季青秋策划的那场 当时季云成在酒吧买醉 她老婆又去抓人 两个人拉扯着上了车 最后在高架桥上起了争执 那颠婆直接默示交通规则 在大马路上停了车 就要下车和几云成撕打 结果刚刹车 身后的大货车一个没刹住 直接追尾了 那对夫妻直接成了肉泥 当地警察从监控摄像头 和行车记录仪中 得出结论 就是这对颠公颠婆自己作死 怪不了任何人 接到消息的时候 季夫人当场晕倒了 而季老总吃了半瓶塑校救心丸 强撑着听完秘书的报告 也晕了过去 人生三不幸少年丧母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可怜季老总一把年纪死了个儿子 等到季夫人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 就是指着病床前的季青秋 破口大骂 你这贱人 肯定是你干的 我儿子那么乖 怎么可能会去酒吧喝酒 季青秋冷笑一声 对着这个小三上位夜长女 就反呛道啊 对对对啥都是我干的 行了吧 我手可真长啊 我人在北京 手都能伸到英国去 抢你儿媳妇的刹车 让你儿媳妇在大马路上停车 你儿子都敢乱搞 当街家暴进局子 就是不敢去酒吧喝酒是吧 说完我就看到季夫人指着季青秋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季青秋冷笑一声 随后到杨阿姨你 现在年纪大了 又没了儿子 我能理解你悲伤的心情 所以我已经给父亲说过了 你以后就去东城疗养院住着吧 季夫人听到后马上慌了 还想扒了季青秋的袖子求饶 却被季青秋一把甩开 东城疗养院在京城贵妇圈 堪比甘露寺的地方 在哪里 季夫人要吃多少苦头 我都不用说了 出病房的时候 我有些疑惑 老爷好像并没有说 要让夫人去疗养院 季青秋边走边解释 我昨天把他偷季家的钱补贴娘家 用季家的名头 置办灰产的事情 告诉了老头子 老头子气得半死 让我赶紧把这个死老太太弄走 我点点头 随后跟着季青秋 接着回到季氏工作 经此一役 季老总彻底病倒了 开春的时候 季氏在季青秋的带领下 营业额再创新高 季老总撑着病体 听完工作报告 终于安心地把季氏全权交给了季青秋 季青秋手握着父亲转赠给他的股权 成了季氏最大的股东 季氏新一代的掌权人 而我也因为是季青秋的心腹 再次升职 成了公司仅次于季青秋的副总 季青秋在高层面前表态 表示我就是他意志的执行官 只要我说的话 他们要无条件信任 春去秋来 季青秋逐渐把季氏紧要的岗位 换上自己的人 淘汰了原先为紧银成战队的高管们 年终的时候 季青秋也兑现了对我的承诺 给了我一笔季氏集团的股份 同时也把我原先的分公司交给我管理 又以低价转卖给了我一部分股份 我回到我工作了六年的公司 坐在了总 才办公室的位置 原先和我勾心斗角 给我使绊子的同事全成了我的下属 得罪过我的 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的处罚 季老总究竟是没撑得过初冬的冷冽 在冬天刚来的时候就躺倒了 我陪着季青秋去医院看他父亲 季青秋一脸冷漠地垂着眼睛 听医生讲述自己父亲的病情 医生说现在有两种选择 要么放弃治疗 让老先生寿终正寝安静地走 要么接着治疗 那季老总会虽然活着 却会在肉体上痛苦无比 季青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冷漠地看了一眼 昏迷在病床上的父亲 半晌冷笑出声 让你现在舒舒服服地死 简直是太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我母亲赎罪 说完他就带着我离开了 医生说 季老总之前 为季云成的事情操劳过度 本来静养就能缓解过来 谁知道金城给他一下子整个大烂摊子 彻底让他病倒了 也不知道现在的他会不会后悔 当初为了季云成和原配妻子离婚 甚至还放任小三 害死自己的妻子 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现在是几世集团的高管 有钱有狗有闺蜜 没了阻碍 我的未来光芒万丈 我不用等我